好 这一节开始我们讲首页 首页算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界面 其实经过之前的积累之后呢 首页也不是那么的麻烦 它的麻烦点在于什么呢 算是本章中要讲的一个地方 就在于它的数据模型 它要执行一个三表查询 什么叫三表查询呢 就是首页们想想 我们首页显示的列表是有什么 是有自己的这个博客 以及关注人的博客对吧 你想光博客列表 我们的个人主页 以及我们的这个广场页 光博客列表就需要两个表查询 对吧 一个是微博表 一个是那个用户信息表 首页还有一个叫关注人的微博 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用户关系表 所以说呢 它需要一个三表查询 就是我们要通过三个表 微博表 然后用户表 以及用户关系表 这三个表混在一块 才能查出我们这个首页所有的数据 所以说 首页的一些界面展示 一些什么加载更多呀 什么用户信息展示 什么粉丝列表 关注人列表 这些都不是什么重点 重点是在于 我们怎么把这个数据给获取 以及怎么把这个数据模型 再给它重新维护起来 就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数据模型关系 才能把这种数据获取的 这种方式给支撑起来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就是修改数据模型 第一步 Blog关联UserRelation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要三表查询 这个时候 首页肯定不能只查Blog和User 我们要连到这个UserRelation来 我们一定要查询 这个我的关注人的这个微博 然后查看文外代码 就是这个页面 这个还好说 再往下就是开发路由 渲染页面和加带更多 这个也还好说 和之前也差不多 只不过渲染页面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我们这个 用户模型 三表查询查出一个数据 去显染页面 关键是在于后面 就在于数据获取这一块 然后是待在测试 这个也和之前差不多 所以我们先把正领的给看了 就是这个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我们该在里面搭建 那首先当然肯定要回顾一下 这些设计 然后呢是修改数据模型 然后呢有一个叫 自己关注自己 自己关注自己 这几个字呢 大家先记住一下 那个我们后面再去说 说它的意义 以及说它那个战马的演示 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数据模型设计啊 数据模型设计这块 已经算是 就是大家应该比较熟了 除了左侧这个 add relation之外呢 我们现在这个表 都已经建好了对吧 像blocks users 还有这个user relation 我们已知的数据模型的 结构就是说 blocks这个user id 关联到这个user 因为这个地方 只是个用户id 对吧 我们要关联到一个用户 然后呢 user relation是用户关系 user id和follower id 都要关联到用户 因为他们两个 都是用户的id 那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写这个 就是做我们的这个 数据模型的一个 再次关联 像一个ppd说了 我们要把这个blocks 和这个user relations 关联起来 为什么呢 大家从这个语义上想一想 就是这个blocks 这个user id 它关联到用户 是因为它 对吧 是因为这个user id 它本身是一个什么 本身是一个用户 这个user id 它虽然是个rd 但是它本身代表了 一个用户 对吧 那如果在首页的这个 整个来看 这个user id 它不仅代表了一个用户 它还代表了一个什么呢 代表了一个 我关注的这个人 follow id 比如说我们需要把什么呢 把这个blocks里面的 这个user id和这个follow id 给它对起来 大家想一下 如果是把这个blocks 这个user id和这个follow id 给它关联起来 这样的话 我去把这个blocks 标和user redition 这个标去联合起来查询 然后我通过这个user id 作为条件 比如说user id是我的 开始查 user id是我 那查出来的 肯定follow id 肯定是我所有的关注人 对吧 那我所有的关注人 然后通过它去关联这个user 说blocks 就能查出来 我所有的关注人的微博 好 那我们就开始写一点 OK 写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代码 给它拉一个新的分支 feature home OK 在这里面 我们也要去看一下 load的版本 设点13.0 没问题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就开始写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 很简单 block. vlog.user relation 好 这里面我们需要写个什么东西呢 form key 这个不用说 我们看一下 form key里面 既然是说 我们要建外建 对吧 让blocks表 建一个外建 关联到user relation 我们看一下 block建一个表 关联到user 当时form key是user id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form key肯定也是user id 就是我们取的这个 blocks表里面 这个user id 做一个外建 那之前是关联到user mer就是id 之前关联到这个user mer就是id 现在我们要关联到 这个user relation 它应该关联到谁呢 它肯定不能关联到id 对吧 它应该关联到这个follow id follow id是关注人的 比如说 张三关注了理四 这就是张三 这就是理四 user id是张三 follow id是理四 那如果是要想看张三的首页的话 那得把理四的微博也给取出来 因为张三关注了理四 所以说就是通过follow id 去关联这个user id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不是ad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写一个叫target key target key是follow id OK 保存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么一个关系 建设呢 就能建立出这个blogs 这个user id 对应到这个user relation 这个follower id 这个关系 这途中没有画出来了 我们后面再解释 那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关系 有了之后 就可以查询blog 然后去include这个user relation 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查询blog可以includeuser 他应该是在service这个blog里面 我们看一下 随便找一个吧 比如说这个get blog例48user 这是查询微博列表 是吧 那blogfinet countout 这是查询blog 然后includeuser 这样做就是说 我们已经加了这个blogs.belong to user 这个关系了 所以说我们才能去这么做 那同理 我们如果加了这个blogs.belong to user relation 那我们也可以在查询blog的时候呢 把这个uner relation的include 对吧 那 再有就是 我们同时加了blogs.belong to user 以及blogs.belong to user relation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查blog的时候 我们可以同时把这个 这不是个数组吗 对吧 我们可以同时把这个user和user relation 同时放在这里面 也就是这是user 然后这个是user relation 因为它是个数组嘛 我们可以放两个元素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如果这么写的话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三秒查询了 好 我们先删掉这个 那这都是后面做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现在就先把 我们这个优惠模型给建一下 就是数据库给同步一下 node srcdb sync OK 同步完成 没有报错 就实验成功了 成功之后我们去刷新一下我们的数据库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当时说加一个叫blogs的 就是从这个user id上加个外键到follow id 对吧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有没有成功啊 这个时候我们在blogs的时候 我选这个ls tb就可以看了 然后这里面我们看for case for case呢 并没有成功 大家看for case 它是把这个user id 关联到这个user 这个user是哪个表呢 是这个user是这个表 好 我们可以从这看 就是说 它并没有成功 它的现状还是什么呢 还是根据我们这个表中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blogs这个user id 已经关联到这个user上了 它没有创建一个blogsuser id 关联到这个user relation这个上面来 这是我们刚才看的现状 就是说blogs这个user id 并没有关联到这个user relation 这个follow id上面来 这个跟我们的代码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代码应该是创建一个blogsuser id的外键 关联到这个user relation的这个follow id上 这是为什么呢 反正现状是没有关联上 对吧 我们开出一颗门 可以再看一遍 这个字可能有点小 但是能看出来 就是这个地方user id 关联到是个id的一个资本 大家看我鼠标这个地方 id这个资本 id是谁的呢 看我鼠标这个地方 是users的 也就是说至少对应着我们这个图 对吧 所以说 它没有关联起来 第一个 它为什么没有关联起来 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个地方 通过之前建的这个blogs 叫belang2user 我们已经把这个user id 给它用了 就是说把这个user id 关联到user这个外键关系给用了 所以说 它再建外键的时候 它就建不上了 从数据库角度来看 我们这个地方是没有建成功的 但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它虽然建不上了 但它并不影响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blog查询的时候 已经closed user relation 大家明白了 就这个地方啊 是通过sicle eyes 建的一个关联关系 两个模型之间的关联关系 模型之间的关联关系 它会试图同步到数据库的外键上 但是如果同步失败了 那也不会影响 两个模型之间的连表查询 我们在讲mysicle的时候 我们也说过 两个表的连表查询 或者三个表的连表查询 跟外键没有什么关系 只不过是一般情况下这么用而已 所以说正好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在建关系的时候 正好是这个关系被用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建这个关系的时候 就会被阻止 好我们再总结一遍 就是我们想建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呢实际上没建成 对吧 原因是这个blog series的ID 这个地方已经有外键了 没建成 但是并不会影响 我们这个在数据模型里面 这两个模型的关系 也就是不影响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这个blog 查询的时候 去inclosed这个user relation 也就是说不影响我们接下来的查询 因为从数据库角度来看 两个表的连表查询 和外界之间也没有什么别人的关系 所以说不影响我们的查询 我们就可以后面继续做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的惯例 原因就是说 我们之前有一个blogs 我们可以查询blog连同user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查出一个博客的信息 因为博客信息也需要用户的图像啊 等等这些 那我们要在首页里面查的话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的是blog的信息 用户的信息 以及user relation的信息 因为首页里面我们需要显示 我关注的人的博客 我们通过添加这种关系 然后做两面查询 我们就能知道 我关注的人的这个博客 就能查出来了 就是说我们首页里面 需要做一个blog user 和user relation 三个表的连表查询 才能把我们首页的这个数据查出来 所以说我们必须加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呢 我们后面会用起来 用的时候呢 我们再回来继续看 所以这儿虽然起了这么四个代码 但是我们在这儿解释了很多遍 大家要明白我们说的这个意思